今年的选举日看上去特别不平安 有华人担心大选日会出现动乱 纷纷下定决心买起枪来 华人枪店老板坦言 最近出现了很多从来不碰枪的新手买家 而枪支和枪支相关产品供应短缺 枪支价格也提升至平日5倍至7倍的价格 不少南加州华人对于大选日大为失色 有华人公司的员工纷纷以各种理由向公司告假 有更多华人大妈和阿姨终于下定决心买枪学枪 一位华人女士向本台记者李清卫表示 连波士顿的华人也在拥枪 所以她也觉得有这个买枪的需要 美国步枪协会首枪及步枪教官刘大卫 在华人聚集地区亚凯迪亚市经营一家枪支专卖店 刘大卫表示 华人跟其他人种买枪的比例差不多 90%的民众来买枪的原因是担心治安不好 会有混乱的情况出现 在5、6月份的时候 有暴动和打砸抢烧的情况 她觉得这些人居安思危 所以才进来买枪 她还说到 比如一支Glock 19手枪 平均售价大约是509到569元 现在已经上升到1000元 有些枪店更是交价1500元 其实从3月份开始 那个枪的销售量一直就提升 然后到了大概4月的时候 半自动的手枪已经是很难找 尤其在加州 然后左轮手枪那个时候还有 可是到了大概5月底6月的时候 连左轮手枪都开始缺货 然后现在的话 一个枪店 基本上我们这种小枪店 一个月你能够拉到15把枪 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供应商在3个星期前跟她说 假如今天全美国所有枪店关门 所有民众也不买枪 他们还需要大约6个月的时间 把手上所有的订单追回来 以往的话 要取货多少把枪 随时调货也都可以调过来 而现在不光枪支 子弹 弹夹和周边的商品 也都很缺货 一些大型连锁的枪店 可能会先收不能退的订金 可能要等到4到6个月 才可以拿到枪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